出來來看就是這陣子 我們引起委託的一個這次委託 就是政委託書長余智隆 他在他的夢中要打賣 他已經用了幾年 他的公司寶要來打賣 這打賣的錢要打算來做公約 現在這個公司寶 他這個新台幣500萬有人標到 那是誰人買的 原來就是鋒海集團的黨署長過代名 雙方有那麼好 今天在台台的公委行業 一首高一年 一首高飛 前一節當天上午11點 按照雙方約定好的時間 前衛生署長楊智良 將使用多年的咖啡色牛皮公司包 公開面交給買家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 楊智良在公司包上寫著感恩兩個字 郭台銘則是回以好膽愛心包 五個字回贈給楊智良 我沒有署長那麼大的 那麼好膽 也沒有他那麼大的愛心 我是他這個 他的這個磚 我希望能夠引出更多的預來 為了協助無法支付健保費的弱勢者 籌措健保費 楊智良在卸任前農曆春節前夕 宣布將隨身使用五年多 原價3000多元的真皮公司包上網拍賣 拍賣所得將全數捐給健保愛心專戶 沒想到經過10天競標 上週五深夜以高價500萬0900元結標 楊智良也自掏腰包捐出50萬 楊智良說卸任後就是退休公務員 終於可以暢所欲言 面對媒體追問控告電視名嘴事件 楊智良還是不敢有話直說的個性 楊智良表示這個脫了線的舊公司包 本來打算在卸任後丟掉 如今搖身一變成為價值500萬的貴重禮物 可以協助更多急需醫療資源的窮人 對郭董慷慨解囊他深表感謝 而這也是健保成立17年以來 單筆最多的愛心捐款 記者賴市民徐起風 劉翰林台北報導